防疫期间大家都门坏了 现在疫情趋缓万荣相待会 再加上定期会的结束 于是特别安排了参访临近的瑞穗相待会 所会互相的交流 气氛相当的热络 万荣相待会主席潘元基率领同仁 参访瑞穗相待会 受瑞穗相待会主席陈廖安女同仁的热情接待 一行人在瑞穗相待会小会议室 交换礼物相见欢 现场充斥着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 除了工作业务上的经验分享 在主席陈廖安的带领下 万荣相待会议室人也参观 瑞穗相待会议室殿堂环境设备交流学习 万荣相待会主席潘元基表示 疫情趋缓现在大家也正准备防疫后的出游潮 因此特别就先来参访临近的瑞穗相待会 观摩交流也借此出来透透气 东道主瑞穗相待会盛情接待 尤其也与万荣相中南区马远 红叶等两大村可说是同一个生活圈 对于万荣相待会最一次的来访 不只是相待会主席陈廖安与同仁 销整 陈金光也带领客室主管 共同来招待贵宾互动热络 我们今年的新包装 中产行销 蜜香红茶还有肉神光 以后不管是公司都OK 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公的方面能够互相交流 那私人的方面也欢迎 欢迎随时到代表会来跟你指导 从瑞穗相瑞北村与万荣马远东光部落的交通建设 到与红叶村碧临而居的瑞祥村共同发展的温泉观光产业 万荣与瑞穗两个乡镇可说是亲笔兄弟 而这一次的参访交流 不仅加强两地互助合作发展的地方 也拉近彼此的情谊 记者时遇来瑞穗采访报道